好來同學來來來 好那同學來先站起來 好那我們一起來學幾個 就是我們在居家可以去做的一些活動 那在線上的朋友也可以同時一起學習 好那因為有些長者 有些長者退休族群可能年紀慢慢漸長的時候 我們可能沒有辦法就是躺下來做一些地板的動作 譬如說練腹肌 因為通常我覺得練腹肌最安全是躺地板做核心 但是大家有時候可能已經不方便趴或躺的時候 那我們也可以用其他的方式練習 他的運動量雖然少一點 但是你只要次數做多還是可以練 然後也可以同時練腿 好那我們怎麼練習呢 好那現在請同學請你 我現在側身給大家看 我們有一種動作啊 就是大家在講說那個深蹲有沒有 好那深蹲的話 有一種練法是我們可以像這樣子有沒有 往後坐 好像要坐椅子但是沒有坐下去嘛 這樣練習 但是呢我發現到這樣的方式 對一些比較年長的長者 他覺得這樣還是什麼 對他來講有點吃力的時候 或者有些人可能有一些腰痠痛困擾的時候 可能覺得這樣做還是不太舒服 那我們再改良一下 我們就變成只有往下蹲一點點 有沒有你只要蹲一點點 然後一樣你去感覺一下 其實這個動作 就會有一點收小腹 同學現在就一起做囉 現在就一起做 往後蹲然後就停在這個位置 好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現在其實是屁股有點微微往後 有沒有屁股有點微往後 然後但是因為雖然膝蓋有點往前跑 可是至少那個膝蓋往前跑的角度沒有太多 所以不至於造成我們膝蓋太大的負擔 對 那這個時候你去感覺 其實這個時候你的腹部會用力 對 腹部會用力 然後你就站個十秒左右 然後站起來 然後再反覆 那一樣喔 我不同的角度 讓同學去看動作 我們一樣微微的往後做 屁股一點點往後做 屁股一點點往後 然後記得要背挺直 背挺直的意思是說不要變成這樣 彎腰駝背 是背挺直 然後屁股一點點向後 有沒有 只要一點點就好 然後你就會感覺到什麼 肚子這邊在用力 有沒有同學有感覺到 腹部有在用力 對 有感覺到是最好的 OK 那表示你有用對 對 然後你的腿也會用力 所以其實這個動作 它會順便練腹部跟腿 那個腹部跟我們腿部的力量 然後站起來 再反覆 有沒有 我不同角度是 轉方向 再讓同學看角度看動作 那同學順便就一起練 好 但是一定要記得 最大的重點就是什麼 你的腳只要微彎 然後要什麼 挺背 所以稍微夾背一下 稍微夾背 讓你的背是挺直 所謂挺背 並不是說我要拉到這樣 因為這樣重心也不對 身體還是有點微前傾 但是至少不是駝背 是挺背去做 那這個動作 因為它的運動量很輕 所以請你要做多 所以你就可以一邊看電視 有沒有 一邊就這樣 往後一點點蹲坐 然後什麼 停10秒 然後站起來 再往後坐 然後我們都是什麼 都是你們數秒數的話 其實在家裡頭 如果說你是很專注做這個動作 你想數秒數 記得我們數秒的方式是001 002 003 非常好 這樣子數 才不會數太快 那如果你數1234 通常都會太快 那如果是什麼 你是看電視的時候做 那就不用數了 你就不要數 你只要什麼 膝蓋圍彎 膝蓋圍彎 然後這樣子停住就好 那如果你在做的時候 有發現你有腰痠的同學 你有腰痠的同學 表示你做得太後面 不用做那麼後面 我們只要一點點往後就好 一點點往後 讓你的腹部跟腿部用力就好 因為有些時候 你做得太後面 你可能姿勢不正確 或是超過你的核心可以負擔的量 反而又腰痠痛起來 然後這樣反覆 所以大家回去可以做這個動作 這是第一個可以做的 這樣膝蓋 微彎 屁股往後一點點 角度只有一點點 然後大家順順可以捏捏看你的屁股 屁股肉這時候會變硬 對不對 這時候會變得比較硬一點 跟你站起來相比 往下的時候 一樣屁股肉會稍微有點用力 好那這是屬於比較輕量級的動作 我們前面先講比較輕量級的 因為每個人體能不同 有些人的體能 可能沒有辦法負擔重量級的 好再來第二個動作 也是屬於輕量級的 好輕量級的運動 我們像這樣 腳輪流把它膝蓋彎起來 好那你的腳跟就會輪流起來 對去做 好那這樣子做的時候 同學一樣可以去感覺你的身體 你的身體哪邊在用力 然後記得一樣都要 收腹人拉高去做 來你慢慢的開始會覺得 哪邊會痠 哪邊會痠慢慢的做 對 記得要收腹人拉高 收腹人拉高慢慢去做 那這個動作就更容易 在看電視的時候做 因為你完全不用想我要站 我要休息的那個時間點 所以你就是一直不斷的反覆 有沒有 就像這樣膝蓋輪流起來 然後腳跟起來 然後用腳尖 用腳尖去站 這樣輪流輪流 好那反覆反覆之後 大家應該會慢慢的發現到你的什麼 小腿後側的肌肉 會開始慢慢的覺得有點繃緊感 所以這個動作它就會幫我們練到小腿的肌肉 小腿的肌肉也是很重要 因為我們在講肌少症的時候 我們會去檢視小腿的肌肉量夠不夠多 如果你的小腿太小的話 有時候還可能有肌少症的狀況發生 所以小腿也不能夠太細 我們的大腿小腿都要足夠力量 這樣才能讓我們好好的走路 所以這是相對來講比較輕的一個運動量 那大家就可以反覆反覆去做 讓你的小腿去做運動 那這是小腿的部分 那如果你有收腹挺胸拉高的話 其實你可以仔細去感覺身體 包括腹肌應該也會有一點些微的出力 那這個動作其實它大腿前側會用力 因為我們膝蓋伸直大腿會用力 只是說因為我們的大腿比較肌肉比較大塊 所以你可能感覺沒那麼強烈 你會覺得小腿的感覺比較多一點 那如果你希望大腿的感覺更多一點的動作的話 就是我們可以另外坐椅子下來練 坐椅子下來練 那坐椅子練習的話 這個動作也是一樣它必須要反覆 必須要反覆 那同學你在做的時候 找一把好做的椅子 記得要讓你可以坐正坐挺 坐正坐挺 然後把你的腳抬起來 膝蓋伸直腳勾起來 停住就好 然後停到腿痠 你就放下來換腳 兩邊輪流 停住就好 那大家記得要找 記得一定要找一個好坐的椅子 好坐椅子 因為剛剛我們現在這間教室所擁有的椅子 它比較沒辦法讓我們完全做正 可是大家就是至少知道怎麼做 然後回家可以反覆去做練習 腳勾起來 記得腳板要勾起來 然後膝蓋伸直 好膝蓋伸直 停秒數 停多久都可以 停到腿有點痠 然後放下來換腳 好 那這個就是更單純的是練大腿的肌肉力量 但是我剛剛講過 因為大腿的肌肉是很大一塊 所以你要做很多下才會覺得痠 好 如果說你想要加快痠的感覺怎麼辦 蛤 砂包 對 綁砂包 就綁砂包 綁砂包在這個腳踝的地方 買那種魔術戰型的砂包 綁在腳踝的地方 就可以在大腿的肌肉力量 鍛鍊的是更多 鍛鍊的更多 而且痠的比較快 就是大家鍛鍊身體一定要有耐心就是這樣 你要是想要更快 當然是你去健身房做那種器械 專門在練 腿力的那種器械 它可以調重量 那個當然痠的更快 那因為我們現在是屬於比較輕量級的運動 居家可以做的 所以說你就用這個方式去練習 但次數一定要做多 次數一定要做多 OK 反覆反覆練 所以你可以看電視的時候做 好 那再來 我們現在要講的 這個就是什麼 難度真的是再難一點的運動 請同位大家站起來 好 站起來 來現在 我們的動作是這樣 請你要把你的腳往前踩一步 然後你的前腳膝蓋大概90度 後腳膝蓋也大概90度 好 好 這個動作的重點是什麼 同學 因為剛好我們現在這個場地有那個鏡子 你們稍微可以轉身去看自己動作 標無標準 好 第一個 前腳膝蓋是大約90度 後面也是大概90度 前腳膝蓋不要超過腳踝喔 前腳膝蓋不要超過腳踝喔 然後上半身直立 好 上半身直立 好 來 腳收回來 來 換邊 換邊 好 然後自己去調整一下自己的姿勢 我在講一次 前腳膝蓋 大約90度 然後你的前腳膝蓋不超過腳踝 後面的腳也是大約90度 腳步要夠大步啦 腳步太小步拉不到對的位置 好 有些同學腳步太小步拉不到對的位置 好 站起來 反覆 有沒有同學覺得累了 蛤 酸 對 好 動作要盡量做標準喔 動作要盡量做標準 動作要盡量做標準 你才會感覺到那個肌肉的力量 好 如果你動作有做標準 你會感覺到有幾個地方在用力 第一個 腹部 第二個 你的腿 大腿 尤其是後面 下面彎下去的這一條 然後還有什麼 屁股 屁股的肌肉 也會用力 好 抬起 來 換腳 換腳 往後 好 記得 踩下去之後 一定要調整你的位置 讓你的位置是對的 你一定要把你的位置調整 好 所以可以從鏡子去檢視自己 我現在一邊做就已經一邊在冒汗了 對 越做越熱 對 因為這個動作其實還蠻出力的 好 對 然後同學喔 你們在練習的時候記得喔 我們練習的時候就是以自己的什麼 體能為原則 譬如說你剛開始練習 你可能可以停著這個十秒 你就自己設定 譬如說五秒或十秒 然後放鬆再換腳 兩邊交替 但是不要一次練太多 就是剛好就好 剛好就好 有沒有同學覺得剛剛那樣很輕鬆的 沒有 因為如果那樣還要再加強 是可以再更難一點 是有辦法再更難一點 OK 好 那大家可以回去試試看 但是記得喔 剛剛最後這個動作一定要 靜止前面練喔 我希望你們先把自己的身體 擺在對的位置 有沒有 前面膝蓋是大概90度 就是小腿垂直地板 那後面的大腿也是盡量 盡量 可能差一點點沒關係 但是盡量垂直地板 那上半身是直立 腹部要收好 保持這個姿勢 對 保持這個姿勢 然後你自己依照體能 看這樣體能 五秒還是十秒 OK 這是很出力的動作 對 這是很出力的動作 但是他會練到腿 腿 腹部跟臀部 OK 所以回去大家可以 反覆再練習一下 OK 那記得喔 記得記得就是在靜止前面練 擺對位置最重要 好 來 同學 有沒有什麼疑問 老師傷不傷膝蓋 這個 知識錯的話會傷膝蓋 對 對 所以一定 錯誤的知識 譬如像剛剛我看有些同學 布具太小 布具太小 可能變成這樣 有沒有 就是你的腳 腳沒辦法拉開 因為你拉開才有辦法 兩個都90度 那你布具太小就會變成這樣 有沒有 擺位就擺不對 那這樣子膝蓋一定會不舒服 所以他布具一定要夠大 所以剛開始練習 我會建議你們 拉一個椅子在旁邊 你一開始可以先扶好椅子 然後擺正位置之後 再開始做 那你再把手放掉 停秒數 就一定要布具夠大 對 大家應該最容易錯就是 布具太小 太小 太小是最容易的 因為有時候 那個 我們 退休族群有時候 第一個體能的關係 第二個是什麼 怕跌倒 所以有時候可能 布具不敢跨開來 所以就會跨得很小步 反而做不標準 對 還有沒有同學有疑問 好 那大家就嘗試看看 在家裡頭練習囉 OK 那線上的朋友也是一樣 就可以自己試試看 在家裡頭練習 那我們今天這個 小小的這個居家運動 就到這邊 就是讓大家可以 好好的學習一下 OK 謝謝